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生活这种人嘴巴比较笨一点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嘴巴比较笨 嘴巴比较笨 两种方法 不会讲话 如果不学佛的话呢 就拿手抽自己嘴巴 跟你开玩笑的 如果 想要嘴巴 变得能够 说为讲话快一点啊,好一点啊 就要练习 随着让人的嘴巴呢 都会练习练出来的 就像我们做很多节目主持人一样 他本来也不会讲的 但是他经常练习呢,他的嗓子呢 他就会练出来 那么这是第一 这是人间的,如果你说 你的嘴巴笨是因为你智慧不够 那么你当然要多念心经咯 多念解节奏咯 因为很多的结 在你身上化解不了 经常让你忧愁,时间长了 你简化也会越来越少的 明白吧 就是这样 生活有时候 读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道从哪里讲 所以就 有时候我都不讲 发一下书就好了 那自己好好念心经 多念心经 你如果说真的嘴巴笨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窍门 你就跟关心不察求你 关心不察我愿意 讲得多讲一点 讲得好一点 我希望以后能够更多更多的有缘人 尽管心不察让我 那个嘴巴能够变得更流利 更能够度人一点 你看看你会不会讲 你下次打电话来就不会这么跟我讲话了 快的不得了 短则三个月 多则半年 你相信台长 一定成功 好了 就这样吧 好吧 谢谢 谢谢台长 再见 感恩 拜拜